在众人的期待中,浪姐四五公五台落下帷幕。 谢娜队2125票排名第一,Ella队2124票排名第二,Ember队2095票排名第三。 根据赛制,谢娜队全员安全晋级,谢欣,徐怀玉惨遭淘汰,没能拿到成峰创始人的姐姐同样晋级成团业。 成峰创始人赛制成了最大的bug,大家从出舞台就开始争来争去。 结果比了个寂寞。 随着浪姐四五公的收官,21位姐姐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也随之出炉。 看了最新的人气排名,相信很多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离谱。 发挥优秀的被淘汰了,毫无亮点的门混过关,重归重举的反而逆袭成了黑马。 从浪姐四五公的人气排名来看,节目组捧谁不捧谁过于明显,已经完全不在意外界的看法了,真正的皇族也彻底藏不住了。 美伊里牙一己之力带动节目话题出圈,二次元的入局更是让芒果赚得盆满钵满。 很可惜的是,虽然有强大的粉丝人气做支撑,美伊里牙依旧不是芒果鸭宝的姐姐,人气排名起起伏伏,本来有征C的实力,结果逐渐沦为陪衬。 美伊里牙最大的失误就是选错了队伍,直接捆绑在了AMBER队,武功完全没有自己施展的空间,星光派队,团秀一塌糊涂,仅有的练习师镜头也全都被队长抢了风头。 美伊里牙光芒被隐藏,武功人气排名第六名,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,想要高位成团都是个问题。 美伊里牙排在第六名,看似出人意料,但又在情理之中。 仔细看看排在前五名的姐姐,四位是金主的代言人,一位给带动了节目版权出海,都是被力捧的对象,美伊里牙也只能靠边站了。 从五次公演的人气排名来看,AMBER,谢娜,美伊里牙,Ella,知府五位姐姐分别拿到过人气第一名,没有人能够实现连装,节目组确实平衡得非常好。 虽然看上去C位更有悬念了,但明眼人都知道,这个C位只有Ella能撑起来。 对于武功的人气排名,前两名争议最大。 知府在三十三位姐姐中拿到了一路逆袭的剧本,五次公演解锁了不同风格的舞台,可言可甜可性感,中文不断进步,唱跳实力也让人眼前一亮。 从武功的舞台表现来看,知府拿到第一名实至名归,他本人足够努力和真诚,舞台也确实拿得出手,加上Ella队的姐姐在一起魅力会加倍散发出来,拿到第一名也没有什么可争议的。 虽然上半场的EV1PK舞台也很燃,但是当看过下半场的《龙里电斯》之后,立马有种小菜一碟的感觉,本轮功演最高燃的部分,无疑是最后压轴出场的。 《龙里电斯》,个人感觉,这应该是成风2023开播以来最完美的一场巅峰对决,能决战紫荆城之巅的,无疑都是英雄豪杰。 但若说硬要在王者当中,再选出一个王中王,那个人感觉应该是凭一记绝杀胜出的知府莫属。 先说说第一个出场的Ellen,作为情歌天后,Ellen这一次完全突破了自己,天生歌姬的名头不是浪得虚名的。 黄丽玲用实力证明了不管是情歌还是rap,对姐来说都毫无压力,论武力直拉面女王也不是盖的。 虽然身形和舞姿都略显雄豹,但是整个人气场玩暴,霸气十足。 Ember版的《龙里电丝》每一动作都净显得福般的丝滑,天然酥爽到令人尖叫。 Ember无疑是天生的dancer,她把男性的张力和女性的柔软完美的和谐统一, 很难想象一个人能把中性美玩得如此的精妙高级,把sex诠释得如此的淋漓尽致, 当真硬了那句,当女人性感酷帅起来真没有男人什么事。 制服版的《龙里电丝》编曲和编舞无疑都是最好听最好看的, 连英文的rap都堪称一绝,她的solo部分也是最完整的, 因为她把rap、性感、酷帅全都便利了一遍,加上之前的可爱、甜美风, 制服可以说是任何风格都能驾驭的全能女王。 从她一上场整个舞台都在发光,原谅我扛住了Ellen的说唱,扛住了Ember的sex, 但是没有扛住制服的魅力,是的,She's so amazing。 当镜头悬空直下,她撩一甩头的那一鸟,作为一个女人, 我居然在一瞬间被电倒。 这魅力谁能抵挡? 这一瞬间我完全被折服,异曲封神。 这一刻她已经是我心目中的无冕之王。 制服真的是这一记的宝藏女孩,套用谢心的话,她真的是心无旁骛, 将身心都奉献给了舞台。 尊重舞台的人值得在舞台上被尊重。 热爱舞台的人中会在舞台上绽放光彩。 今夜的舞台为织服而绽放, 她的魅力征服了观众, 她是当之无愧的全能女王。 朱朱武功空降第二名着实让人意外, 虽然团秀入化江南,很惊艳, 但她本人毕竟没有参与合作秀, 给人留下的印象也不够深刻。 事实上,朱朱在四宫就已经藏不住了, 舞台出现失误依旧拿到了第三名, 压根难以扶重。 如果你在仔细往前复盘, 朱朱再出见面就成了绝对的主角, 圈外人的人设完全就是精心打造出来的。 对比蔡绍芬、贾静文、刘亚瑟等演员, 朱朱就是本季官方力捧的门面。 除了朱朱, 演员卢静山的排名同样让人意外。 这位姐姐在出舞台的表现确实足够惊艳, 但是此后, 基本都是站装唱歌, 没有太多的新鲜的内容呈现, 毫无记忆的可言, 但是人气排名始终居高不下, 三宫排名第三成了众矢之地, 四宫象征性降到第十, 武功立马又回到了第八, 怎么看, 怎么离谱。 队长Ember在武功舞台几乎败光了路人员, 自己连上两个合作舞台, 最后队伍成绩垫底, 她本人的言论, 舞台表现, 镜头亮等也成了争议的焦点。 归根结底, 人气与舞台实力不匹配, 过度被捧最后, 让观众彻底逆反。 武功中没有太多表现机会的孙悦, 最后人气排名上升五个名次, 来到了第十一名, 估计她自己看了都心虚, 全都是人情世故。 舞台表现高能不断地增可妮, 人气排名居然下降两名, 直接调到了第十四名。 最离谱的是, 在武功舞台合作秀中, 都有着惊艳表现的谢欣和徐怀玉, 人气排名直接垫底, 最后两人双双被淘汰。 谢欣是本季节目中非常稀缺的舞蹈担当, 从初舞台到五次公演, 也留下了诸多的经典作品, 虽然早早拿到了成风创始人的资格, 但最后还是没能免遭淘汰危机。 观众原真的成了一门玄学, 只能说谢欣选错了节目。 徐怀玉从义工就开始挨骂, 整个人开启了自愈之旅, 队友不断加油打气, 他本人也慢慢找回状态, 和自信, 武功舞台的表现感动众人, 但终究没能打动投票的人, 最后时刻被淘汰。 徐怀玉和谢欣直接放弃了复活的机会, 两人的表现有目共睹, 所以人气排名也成了大家吐槽的焦点。 反过来看看吉娜, 陈一涵等姐姐一路躺赢到成团业, 如果他们和谢欣, 徐怀玉互换位置, 可能结果更符合大众的心理预期。 33位姐姐中当然也有例外, 通过硬实力改写了剧本, 这个人就是歌手黄丽玉。 黄丽玉是本季节目中公认的实力大Vocal, 但是节目中并没有享受到大Vocal的待遇。 前四次公演基本都是工具人, 完全没有施展的空间, 四公更是完美错过了。 他他他, 人气排名也始终不理想。 浪姐四、武功舞台, 黄丽玉终于有了释放自我能力的机会, 不要再孤单和龙李电斯两个合作秀舞台, 他展现了自己唱、跳、rap等方面的硬实力, 一开嗓就完成成了舞台上的焦点, 光芒彻底藏不住了。 武功舞台, 黄丽玉人气排名直接飙升十位, 从第十九名上升至第九名, 首次进入成团位。 黄丽玉在前不久拿到了金曲奖歌后, 如今又在武功舞台大杀四方, 节目组也终于明白谁才是节目的大魔王了。 最后, 小编还想说一下曲音姐姐。 从初舞台亮相的那一刻, 曲影就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, 她的台风, 气场与节目主题完美契合, 公演舞台和真人秀环节都是发光体。 可惜的是, 她只是节目中的一个过客,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, 节目中逐渐没了存在感。